大家好,我是徐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2018年八年级的Gauss 好的,我们看part C 第21题 A bag contains marble of five different color One marble is chosen at random The probability of choosing a brown marble is 0.3 Choosing a brown marble is three times As likely as choosing a purple marble Choosing a green marble is equal Likely choosing a purple marble Choosing a red marble is equally likely as choosing a yellow marble Red跟Yellow是一样的 What's the probability of choosing a marble that is either red or green Red和Yellow的话 因为这里已经是0.5了嘛 那他们两个加起来应该是0.5 所以它分别是0.25 那么Red or Green Red or Green加起来就是0.35 好,第二十二题 Square PQRS Side length 30 也说 The square is divided into five regions of equal area The value of SU over ST 他们五个面积是一样的 那么实际上 你需要把这一块不规则的你给切成两半 然后他们两个是左右对称的嘛 那么现在实际上 考虑他们的Ratio 如果这条是1 这条是1的话 这两条 因为这两个三角形面积一样 所以他们的底边应该一样 所以这是1和1 那么这个应该是1分之1 因为这一块是这一块的两倍嘛 所以我们考虑他们的Ratio应该写成2比2比1 那么如果整体是30的话 30除以5等于6 所以这条边分别是12 12和6 我们可以求出这三条边 那么我们用勾股定理就可以了 那么SU就等于30方加上24方开根号 然后ST是等于30方加上12方开根号 那么我们用计算计算一下 SU是30方加上24方开根号 会算到38.42 ST是30方加上12方开根号 会算到32.31 那么用这个除以这个 除以32.31 会算到1.189 那么答案就是B 好第23题 The smallest positive integer and for which this is a multiple of 5 with n equal to 3 All positive integer and for which is a multiple of 5 are listed in the increasing order what's the 2018 integer in the list 那这我们列一下吧 它3可以 4可以 5可以 那么6就不可以了 7也不可以 8就可以了 接下来八九十都可以 那我们发现 它的规律是 每五个数字 前两个不可以 后面三个可以 那么我们用2018除以3 2018 我这个计算机是可以直接算 remainder的 可以算到672 remainder 2 说明这样的循环就五个五个的 有672个 那么672乘以5 然后remainder 2呢 就是需要两个 那么还要加上一个4 所以答案是672 所以答案是672乘以5 加上4 3364 所以一般这高八年级一般前三个题比较简单 但后面两个题的难度就有点变态了 好我们看第24题 他说 Lin chooses four distinct digits from 1到9 and arrange them to form the 24 possible four digit number 他这24怎么来的 就是他选四个数字 就比如说他选四个数字 ABCD吧 从1到9里面 比如说1234 那么他可以form 就是4乘3乘2乘1 这么24个数字 these 24 numbers are added together giving the result n for all possible choice of the four distinct digits what's the largest sum of the distinct prime factor of n 那么我们先考虑n等于什么 就比如说这四个数字 ABCD 那我们知道 他有A 然后BCD 我们考虑A在千位的情况 后面有BCD 然后BDC CBD 然后CDB BCD NoNoNo BCB DBC 这么六种情况 那么也就是说 具体把这些个同样的 你从B开始的 他也有六种 C开始的也有六种 D开始的也有六种 把这24个数字全部加起来呢 你会发现 这个A在千位上 那么就是1000的A 那他有六次 再乘以6 然后这里是1000乘以B 再乘以6 同样的1000乘以C乘以6 1000乘以D乘以6 然后再考虑 同样的道理 他A出现在百位上 也出现了六次 所以还要再加上 100A乘以6 那么A出现在十位上 也有六次 再加上A出现在各位上 也有六次 那对于B也进行同样计算 C也进行同样计算 D也同样计算 那么这个有1111乘以A 再乘以6 那么同样的道理 这里是1111乘以B乘以6 所以把这个全部加起来呢 就有6666 然后A加B加C加D 这个就是N 那么他问的是 What's the largest sum of the distinct prime factors of N 那么6666的话 他有2 3 这个是prime factors 还有1111的话 可以分解成11乘以101 那么这些就是都是prime factor 最后我们再考虑A加B加C加D 他就可以分解出哪些prime factors呢 A加B加C加D 最小是1234 那就是10 最大是9加8加7加6 这个是会算到30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 你在10到30之间 选一个数 哪个数他的prime factor会最大呢 那么这个就29是最大的 对吧 29他这个prime number 而且是最大的 所以他的 the sum of all the distinct prime number 那么就是2加3加11加101 最后还有个29 把这些全都加起来 我们会算到 2加还有146 好的 我们再看第25题 25题真的非常难 我觉得远超过8年级的难度 in the 2乘以12 grid zone Actually drawn paths from A to F along the grid side grid line in every path there are two or more arrows arrange head to tail 这个是一句废话 至少有两个线 the tail of the first arrow start at A and head to the last arrow and at F 那这也是句废话 two consecutive arrows must be perpendicular to one another 这也是个废话 no two arrows can intersect at more than one point 像这个的话 他的意思是你看他这样实际上 也可以倒走的吗 他提醒其实提醒你也可以倒走的 而且呢 他比如说 他先 他可以 我换个颜色 比如说他这样下来 然后到左边 再上去 这样也是可以的 然后如果他或者他先 向左下来 然后再向右 再上去 这样也是可以的 对这里因为他只交代一个点吗 也是可以的 All arrows have different lengths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Different lengths OK 他说 the path from A to F shown consists of arrows of three different lengths How many different paths are there from A to F 这个题 它 又是个Counting的问题 我们考虑 他第一步是可以下来 对吧 第一步可以下来 那么我们用这个第一来表示吧 第一 代表 D代表down D代表down就是下来 他如果第一步是下来呢 那么 他实际上就是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 第一步上去 他上去了 如果再下来的话 又得上去 这里就重复了 所以他比较简单的一种情况 是U1 以我代表up 就第一步上去 然后 他可以 就 就不能下来了 那么 他在上去之前 他可以先向左 他可以先 向左 向左一个再上去 向左一个重复了 他可以向左两个再上去 对 这个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 那么实际上 他可以是 我们写一下 他可以是L2 嗯 相当于是 这里是-2 我用-2来表示吧 -2 加11 然后-3 加 12 不能-1 然后 或者是直接可以 上去1 加9 直接加9 也可以 然后还可以是 嗯 这里是可以加2 和加7 就先加2 然后上去 再加7 那么同样的 这个7-2 也是可以的 然后还有 这里 36 6 3 4 5 5 4 那么这个就有 嗯 这里有1234566种 然后这个有一种 这个有 嗯 减2 加11 我把这个再切一下 啊 先把这个涂掉 然后给他 放到下面来 看起来方便一点 好的 哦 这里漏了一种 就是 他可以 先上去再倒9 或者可以直接 呃 先上9 直接先去9 再加1 对 这里 所以 这里有 7种 7加3 第一种情况 有10种 嗯 然后 后面就麻烦了 后面我们考虑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他可以是 嗯 下 下1 上2 那么我们用 down1 up2来表示 那么 他第一 他 他他在下之前 嗯 我们考虑吧 他可以 向左 他可以先向左 先向左一个两个不行 比如先向左三个 那我们用 我用减3来表示吧 先减3 嗯 然后 下1 这个时候 他还需要 他中间是 他可以中间上2吧 那么这里是 可以是 嗯 加4 这里加8 然后 那么 48 84 也可以 57 75 然后他可以直接 加12 那么 他是减3 档1 然后直接加12 对 但不能不能在 不能在不能在这个地方加12 因为他不能连续的下上吗 那么 这里就有五种 好 嗯 这个是左三的情况 然后 剩下 我接着我们再考虑直接 直接下 直接下 他第一步先下 那么 他可以 嗯 左三 上2 第一步先下 那么可以 减3 上2 然后加12 这个又有 一种 然后再考虑向右 他第一步先下 然后他可以 右三 加3 然后加6 那么63也是可以的 然后再是 加4 加5 那么54也是可以的 嗯 然后 还可以直接加9 对 那么这里就有 6种 没有重复吧 嗯 好的 那么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呢 他是 那只能 只能向右了 那么就是向右 先向 先向右三个 先向右三个 然后再下来 然后呢 他就是到了这儿之后 他可以 先向左 先考虑向左 向左四个 他可以 减4 然后 加 11 对 3减4 不对 3减4 这里是3 先 先加3 再减4 最后得加10 对 因为他刚开始是处于 比如说处于0 他最后要到9吗 我们可以这么考虑 然后0加3减4 变成负1 负1的话 应该加10 然后中间这里 嗯 那么可以减4 加10 然后减5 加11 减6 加12 他还可以直接 加9 对 那么这个又有4种 好 我们再考虑 加4的情况 第一步他先向右加4 然后再当1 那剩下就是数的问题了 把所有的case都数出来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其他好办法 那答案提供的也是这样的 那么 那么 加4的话 然后可以 可以减3 加4可以先减3 然后减3那就是加8 对 减3加8 加4 我们先考虑直接考虑加5吧 然后减3加8 减5加10 减6加11 减7 加12 对 这里又有5种 再考虑 加5的情况 加5是他到这 加5的话呢 可以直接加4 然后接下来可以 减3加7 减4加8 减5不行 减6 减6加10 减7 11 减8 加12 这里又有6种 再考虑加6 列下来就可以了 加6直接可以加3 然后 减3加9 减4 减4加 嗯 嗯 不对 这里6减3 减3加6 这个是这个是重复的 然后减4加7 减5加8 减6不行 减7加10 减8加11 减9加12 那么这里又有6种 嗯 再考虑加7 加7的话直接加2 10 不行的 因为重复了嘛 那么可以减3加 这里是4加5 对 减4加6 减5加7 重复了 减6 加8 减7不行 减8加10 减9加11 减10加12 那么这里又有6种 最后再考虑 嗯 加8 加8的话 它可以 嗯 减3加4 减4加5 减5加6 减6加7 减7不行 减7加8 重复了 减8不行 减9加10 减10加11 减11加12 这个有7种 这个真的好麻烦 然后最后再考虑加9 加9 它直接加9的话是不行的 因为因为没法没法再上去了嘛 所以把这些个全都加起来 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 就是整体这个档1 up2的种情况 有5 6 4 这个是15 15加5 20 26 32 32加13 有45种 再加5 再加上前面的10种 有45种 嗯 这个题有点太麻烦了 远远超出了这个预期 好的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